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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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干吗呢 站住 站住 老实点 叫什么名字 我 看 这个人 你认不认识 我不认识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理 我想不用我都说了吧 是 我坦白 我都说 他那个钱大勇 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 他就跟我说 要把钱都还我 还额外 别有一个劲条 去哪儿能找到钱大勇 说 不 自由 难能可贵的自由 白慧 说好的二十米呢 加油 那你快点 好好休息 别劳累 白慧 知道 泰山磐石散 由补气养居安排之工 再给家了 白慧 记住人家 白叔 记住人家 洪美姐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这样还不得感谢 我们庞大公安 竟然格外开恩啊 允许我出来透透气 既然好不容易出来 那我带你们看看楼门最有特色的地方买 过这个桥有一个集市 那儿才好玩呢 好啊 你 爸 我带他们去转转行吗 你说好的 帮爸个忙 你怎么走了 爸 你别得寸进尺 我再说一遍 我转一会儿就回来 好吧 就你好客 你先帮我开房子啊 行 快点回来 走啊 那我丑话得说在前头 遇到特殊情况 二十米约定失效 你必须要在我身边 你懂吧 欧梅姐 你放心 我也帮你看着纪专家 绝对不让他逃出我们的事件范围 行 给白货一个面子 走吧 走 走了 叔 好 秦大勇说了 秦大勇说了 中午一点 在河堤路茶馆 他给我钱 我给的车票 秦大勇 走 慢点 这是什么啊 慢一点 五 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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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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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姐 那我卖糖糕的 你要吗 我给你买点 你先别去了 你替我在这儿看着 别乱动啊 你们 我们马上回来啊 别乱动 不是我 干吗去了 不知道呀 队长 洪梅怎么在这儿 坏了 提前行动 是 是 后面可能遇上特务了 他却一个人 我怕他有危险 堵住哥哥出口 走 走 是 后面 怎么样 有没有事儿 我不是让你在那儿待着吗 我看你只有一个人 我担心你有危险 看不好他是吧 对不起 洪梅姐 我是真的拿不住他呀 这儿很危险 带着他赶紧走 别来人家 你别 别怪他 是我自己要跟过来的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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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给我站住 别跑 洪梅 保护弹药 啊 你小心点 没事吧 我没事 你怎么样 这么严重啊 去厂医院吧 我给你处理一下 你说你怎么就连他都没看住 对不起啊 洪梅姐 怪我没拦住他 你那是没拦住还是不想拦啊 我 跟他在一块我就没好事 季丹阳 洪梅 你没事吧 你有什么事啊 怎么说你的手也是因为我挨了一下 谢谢啊 你啊 以后离特务远点 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 知道吧 不是 那 那 谁知道那特务就爱往那酱缸里藏啊 那味不味啊 那没有斗争经验就不要了往上凑 是不是 你 你看看你 你这花拳绣腿的样 那特务 他不打你打谁啊 先保护好自己 再来关心别人 记住没 我 我这好心好意地关心这什么态度啊 是 这次抓捕行动 是我不知不周 让钱大人给跑了 我深刻总结 深刻检讨 给我 给我 请老师放心 专项组一定会追查到底 我的错我认 不用你替我背锅 我没有替任何人背锅 因为我是队长 对了 你刚才说你的错你认 你告诉我 你错在哪儿了 你们布置的抓捕计划 因为我打草惊蛇 让钱大勇给跑了 所以我说呀 任务失败我该承担责任 这样 不过你说的这些呢 是我的错 我的任务是抓捕钱大勇 任务失败了责任在我 听明白了 那 我的任务是保护季丹阳 把它抛下 是我的错 对了 这个逻辑才说到终点上了 红梅啊 你有个很致命的问题 侦察员 一定要明白自己的主要任务 千万不能冲动 那我看见钱大勇我也不能不管啊 那你要设想一下 假如这次抵任是声东击西 他们的目标就是季丹阳 你考虑过后果吗 报告队长 我明白了 我深刻检讨 好 咱们一起写检讨 写得越深刻越好 是 来 喂 三哥 给我 抓我 我躲不了几天 如果待在卢门 迟早被他们发现 事给我也办了 那个 你把钱给我 我得跑啊 跑 往哪儿跑啊 之前不是说好了 炸药我帮你弄 你把钱给我 至于我去哪儿你甭管 今晚我必须要走 炉门屁大点的地方 待不住 这倒住都是公安 你能去哪儿啊 看你的意思 想反悔 我告诉你 马三 我可是主厨一个 弄炸药的事 你才是主 我要是被抓了 你觉得你能跑得了 怎么 你是在要挟我呢 脱口的脱沫是个丁 事我办了 钱 你把丁给我 钱大勇 这个篓子是咱哥俩捅的 你就是跑去哪儿也不踏实 除非啊 咱把它做成个屋头案 屋 屋头 你什么意思啊 别着急嘛 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 我跟你说呀 这个屋头案的意思就是 你把你拿到了吗 就把它杀了 拿到了 放心吧 公安查他呢 他相好在那儿也被端了 这个草包扛不住事 飞哥 咱哥俩现在手上都得干系了 雪狼安排的行动咱该得抓紧了 专家团队 马上坐火车到炉门 你要炸火车 你现在又不是铁路调度员了 你知道车什么时候到啊 三儿 不管在哪儿 咱俩这次 都会震惊全国 雪狼说了 事成之后 五十根小晃鱼 真的 行吧 咱哥俩潜伏了这么多年 活得像狗一样 如今哪 这日子啊 到头了 来 护士们 集合了 都再集合一下 来 陆秘书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为保障专家组专家们的身体健康 经上级决定 我们要立即组建一支医疗保护小组 为专家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我报名 我 我报名 主任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这件事情不是说你们报名就能去的 要参加医保小组 那得必须得是优秀的 各方面都出类伐萃的才行 经厂医院团委综合评估 已经有了护士的名单 下面我来宣布一下啊 李丹慧 杜芳 陈美璇 张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